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叔 人被关在哪儿了 神尾 不知道 不要让我再问第二遍 站住 别撑动啊 救我 小心 哎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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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误会 误会 饶命 饶命 我的是你敢动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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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他是谁 饶命啊 他说谎 他知道我是小海棠 我 所以是谁让你这么干的 没有人让我做的 都是我一生糊涂和少帅 和少帅 我正流淫通货 莫莫 听说您那正缺武器 不如让我兄弟们拿上来给您看看 我给您拿 拿上来看看啊 把枪都给我放下 把枪都给我放下 你放下呀 楼了吗 上 把枪都给我放下 快 拿来 快 门 我不靠自己 给我火捉他们 我要把他们渗透火薄下诱惑 清救 清救 你别打了 别打了 清救 别打了 清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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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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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都不知道 是 是 来 少皇 务必问出母后主使 带走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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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哥 为什么还不替我报仇 怎么了 做噩梦了 脑袋 好痛 我这是怎么了 你昏迷了整整三天 大夫说你受到惊吓 动了抬起 需要卧床休养一段时间 三天 那西园子那边 放心 帮你搞了家 快躺下 休息吧 放下水吧 有我在 有我在 我 你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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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你 我 你 以后定然是贺行州极大的助力 现在没除掉 以后就麻烦了 他一个戏子 哪有这么厉害 你 你 这脑袋什么时候能长进一点 上次赵正的事情 已经充分展示了他的能耐 上次不过是瞎猫碰上死耗子吧 你 你真要气死老子 算了 既然这样 根本一不做二不休 爹 怎么做 怎么休 说了你也不懂 人被关在哪儿 打开 马副司令 二少吩咐过 除了他和司令 其余人 谁也不许见这批犯人 打开 打开 是 马副司令 你们都出去 是 是 马副司令 马副司令 你快放了我们吧 一群废物 无庸之人就该去死 马副司令 是 马副司令 马副司令 应该是您上一次了 让马副司令在寻院室那里吃了亏 就想把这个名字挣回去 没那么简单 狱中人怎么样了 司令 司令 是 上次抓回来的犯人 全部被马副司令 击毙 挂在城墙上尸中 是他的行事错方 人都死了 这个也没用了 是 都怪我 没有派人看好他们 他既然敢去 必然是奉了老爷子的命 没事 以后有的是机会让他付出代价 当务之急事 你得去帮我找付刑头来 刑 刑头 开手 开手 万斤 不 分 沟 秋 我 我 我 整整五天了 都没见你笑过 非得看我出洋相才行 后悔了 后悔 他还值得 醒着 幸好你没事 云城 我实在必得 何行周 你就当死吧 司令 进来吧 是 说吧 夫人让你来传什么话 您这病好像越来越严重了 要不然换个大夫吧 不用了 都说是老毛病 很难更迟 只能慢慢调养 对了 听说安宁 又还上了 是 这次一定要小心 吃食 煎药 直接从小厨房走 别让其他人敬手 我回来 当年你娘的事 是我做得不对 死了 莫像真的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情 你相信我好不好 人正物正俱在 你还狡辩什么 管家都承认了 是你勾引他在先 还把自己的贴身衣物 都给他做定期 你是狗犯人 明明是你们栽造线吗 老爷你相信我 我真的没有错 老爷我替你收拾他 剑 让你偷人 让你偷人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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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说吧 这细子不能取 都是下贱皮子 到时候再把二少爷给交坏了 来人 把三爷太关起来 不许任何人探视 死了 我该怎么办 那当年 我也是被欺婚头了 但谁知道 他竟然会选择自杀 自杀 难道不是为了你所谓的面子杀人灭口吗 行中 难道 难道你一直以为 我虽然我虽然对他不够好 但是我绝对不知人 他也绝不可能自杀 你死都好惨 你扔下我一个人 可怎么办呢 我的老爷啊 何欣仲 你这个天下的畜生啊 没有良心的严重 你连自己的天生 我父亲都傻呀 你有没有良心啊你 你又要玩贼罕抓罪的老马戏了是吗 贺行舟 你竟然为了夺权 毒害贺司令 来人把他给我抓起来 是 住手 这里可是司令伯 你们想造反吧 马赫司令 你说是行舟害死了贺司令 可有证据 当然 而且保管让你们心服口服 说 今晚有谁进过书房 就 就只有二少爷 那碗有毒的药 又是谁送进去的 应该 也是二少爷 应该 这么说你并没有亲眼看见 老爷病了以后 疑心特别重 只吃小厨房做的东西 就只有二少爷有机会 而且我亲爱听到他们在屋里吵架 是吗 我们吵的是什么 也没有太听清 这好像是为了什么遗嘱 对 就是这份遗嘱 老爷也是最近 才发现了贺行舟的真面目 所以 更改的遗嘱用继承来 二弟 你怎么呢 我 看来 这是个精心不治好的陷阱 来人 把贺行舟给绑起来 关起大牢严加散心 是 不用 我自己会走 行舟 帮我自己 帮我自己 等我回来 谢谢 夫人 你怎么来了 我来找你合作 对付 贺振云 是吗 你不是对贺振云的老头 一往情深吗 我现在 只想让他 早点的死 你不拿出点诚意来 怎么相信你 要不要 别人 一鞠躬 再鞠躬 三鞠躬 家属还礼 夫人谨安 客道脱帽 一鞠躬 老司令的死显然是成人 八成跟梁如芬徒不了干系 如果是这样 他们肯定不会轻易放弃 客道 拖帽 一鞠躬 再鞠躬 三鞠躬 家属还礼 夫人节哀 四海必定查明真相 还朕允雄一个公道 有劳马夫司令 你这个贱人你怎么还在这儿 赶快翻出司令府 夫人不必如此心急 事情还没查明真相 况且我作为贺家的儿媳 里应为司令舍利 事到临头里你还敢嘴硬 芳芳 你没事吧 母亲这些日子操劳过度 先回去休息吧 这些家务事 等忙完了葬礼再说 我 别让客人笑话 说咱们容忍无量 可待地习 等过两天 看我怎么收拾你 小心点 帝妹放心 二弟虽然因为意识糊涂做了错事 但最不累积七二 大哥 我相信行舟是无辜的 这里面一定有误会 我也希望啊 弟妹 你要是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尽管开口 大哥 一年多前司令府是不是请人唱过堂会 当时马夫司令是不是在场 好像 在 弟妹 为什么突然问起这个 哦 我是想多了解马夫司令一点 我觉得行舟的事 说不定是他一手策划的 那天 他好像跟雪莲老板有点冲突 说不定 是不是